有請主持人 某中議員院士 沒有次的 沒有次進會 首先我來介紹一下今天出獎人 朱瑩漢院士簡歷 朱瑩漢院士是台灣大學的政治學師 說的是美國民主大學的政治學博士 他主要研究的方向是在民主化 東亞 政治經濟 以及兩岸層底的發展 朱瑩漢院士目前也是台灣大學的和平教授 還有蔣進國際經濟會的執行長 那這個二十九屆 二零一二年的當選院是 二零一六年當選世界科學院院士 那今天這個題目 我想是最近大家關注的題目 暫候自由國際秩序 何去何從 第一步 前半步 一行是我們關心的題目 第二行是大家目前共同的感覺 所以放在一起呢 是大家最近很關切的題目 所以讓我們來歡迎朱瑩漢院士 我們來跟大家做一些意見的交換 那我今天是 因為時間有限 可是我又希望把這個議題 稍微講得比較全面 所以可能待會兒我會講得比較倉促 不過因為我們還有交流的階段 所以有一些沒有講清楚的或省略的 也許在那個階段可以再進一步的交換意見 我想這個大課題是當前所有關心事局的人 大家都是共同在關切的一個重大議題 對21世紀人類的整個未來可以說影響非常深遠 這幾年 特別是在英國脫歐還有川普當選以後 很多的一些政治學者還有一些外交政策精英 都在討論這個議題就是說 70多年的 從1946開始 這個所謂戰後的自由國際秩序 現在是不是真的在面臨一個分崩離析 難以為繼的 這樣一個重大的危機 那這個 裂解的危機 它當然來自於兩個原因 一個禁令 那原因來講的話 當第一就是說美國本身它過去是 在戰後的那個特殊歷史真空情況下 它是絕對的唯一超強 冷戰結束之後它唯一超強的地位 又重新再次的要巩固 但很快的就是說大家會發現說 事實上美國已經在很多領域 生產貿易甚至科技創新 還有意識形態 它已經都不再能夠享有這個絕對支配地位 雖然它領先 但是它的支配地位已經嚴重的削弱 那還勉強維持在軍事貨幣跟金融領域的這個霸心 但更迫在眉睫是它的合法性危機 而且這個合法性危機 來自於這個內部跟外部 內部來講應該這麼說吧 就是說我們可以看到西方社會之前 湧現了右派的排外的激進的這種政治民粹主義 還有左翼的這個反權優化 也就是說過去歐洲也好 美國人社會內部有一個比較強的共識 就是自由貿易經濟開放 對整個社會都好 所以它有一個很強的政治基礎 但這個政治基礎應該說已經完全不足了 那另外就是非西方國家以中國為首 他們也在世界經濟體系裡面 或國際關係裡面起的作用越來越大 他們並不完全接受西方國家過去 所獨到的這個和持續 至少他們希望要改革 而且他們希望有一個 從他們的話來講 就是更公平包容均衡跟可持續 這個話要反過來解讀 他認為現在的國際秩序 並不是真正公平 也不是真正包容 也不均衡 那另外當然就是短期因素 就是這個川普 他帶來這個通知前所未有 就是說從來沒有一個戰後以後 有這樣一個美國當局是 全面轉向單邊主義 保護主義 然後拋棄維護國際秩序的責任 甚至拒絕履行國際條例 那當然也準備升高跟中國跟俄羅斯的戰略 西方社會這兩年可以說 我們用一般流行話 就是黑天鵝 政治黑天鵝齒齊齊比弱 非常意外的選舉結果 政治變局 一波一波的這個興起 這五位領袖 是西方國家最重要的五位領袖 那麼這是兩年前他們的合照 這是他們基本上最後一次戰的聚會 現在呢 碩果僅存了只有這個 Merkel 但 Merkel 之前的政治支持他的政黨 他其次上次選舉大幅減脫 變成一個非常弱勢的德國總理 雖然儘管如此 他還認為是一個中流砥柱 這個Renzi 這個意大利總理 當他在公投 限改公投裡面 被反歐盟的這個力量 洪流就衝草了 他逃賭的這個脫歐 也讓他下台 那他是唯一 第五共和裡面 不敢尋求連任的總統 叫Horan 那當歐巴馬屬意的這個 接班人沒有當選 然後他的TPP 也附讀東流 那麼德國過去是整個歐洲 可以說穩定的基礎 但他內部也出現了 右翼的政黨 這是有某一種納稅傾向的政黨 在戰後第一次進入國會 變成一個正式合法的黨派 當然大家現在最擔心的是 川普他的所有的這些做法 那麼他等於是說 所有國際領導責任 政治信用價值的理念 全部可以拋棄 這都是包袱 我只要看當下 就說我要美國優先 一切我手上所有的籌碼 我都要在雙邊的基礎下 不管多邊的這個 制度怎麼安排 規範怎麼走 我要用到極點 給的更少拿的更多 所以現在歐盟非常頭痛 不知道怎麼跟美國去解決 貿易分別的問題 那中美貿易大戰也是一觸即發 而且它一觸即發 其實整個WTO基本上就瓦解了 因為這兩個世界上 第一大第二大貿易國之間 如果兩個人都不遵守WTO的規定 這規定整個會被架空 那它已經做了很多事情 比如說退出氣候變化 巴黎協定 這對巴黎協定 一大打擊 伊朗核協定 它已經正式宣布退出 它已經退出UNESCO 退出正在協商之中 談判之中的國際移民的一個 新的國際協定 它也準備要退出聯合國人權領事會 而且它公開地不斷地詆毀世界貿易組織 而且它已經宣稱 世貿組織所有的仲裁 只要認為它侵犯到我的美國主權 我可以不接受 這是完全公然違反WTO最基本競爭 因為既然你是它締約國 你當然要尊重它的貿易爭竄的仲裁結果 當然它要不斷削減它對聯合國的預算的承擔等等 它也講說很多國際組織 因為它只要覺得這國際組織裡面出現 比較多的反美的這種情緒 它就準備削弱對它自己生交群的批凸 這是一個大家都非常關心的下一步要怎麼辦 那我想我還是要稍微界定一下 我們在國際關係裡面 所謂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那麼整體上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這麼說 它經常被理解成是一個叫做 自由的霸權的秩序 它是霸權跟自由的一種主義的安排 它是兩個結合在一起 因為這個秩序的確是美國戰後 它幾乎可以說一手建構 雖然後來它跟蘇聯東西對抗以後 這個秩序並沒有覆蓋全球 但它只好覆蓋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跟他們的周邊 作為霸權它當然是在所有的國際體系裡面的重要領域 從生產貿易金融軍事形態科技各方面它都是獨佔而投 但是它是試圖把這樣一個霸權結構把它法制化 這個制是制度的制度 不是制度的制度 把它法制化 你就把它轉型成一個跟戰前相比的話 它是一個開放的 開放就不搞勢力範圍 不搞排他性的這種殖民體系 那麼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體系 就把權力轉化成一種規則的權力運作 那麼如果說你看80年前這個世界不是這個樣子 80年前很難想像這個世界是弱肉強食的 其實沒有多久 其實也不過三個generation之前 因為當時的話是真正赤裸裸的 權力為基礎的國際體系運行規則 那主要是搞Balance Power 像這個梅特孽 或者是爭奪殖民地跟司法文 那麼然後另外戰爭是經常作為 追求國家利益的手段 爭端不能解決就速度戰爭 其實歐洲整個400年基本上都是戰爭 整個歷史就是戰爭寫出來的歷史 那麼所以呢我們說戰後不一樣 戰後呢這個霸權試圖在國際裡 建立制度規範程序來約束跟引導國家行為 然後透過很多各種不同的多邊體制 來協調行動 促進合作解決爭端 然後保障國際公共財有效供給 那這裡面當然最重要的國際所謂公共財 就是第一個和平秩序 另外就是建立很多有利於促進經濟 共享經濟繁榮的各種國際經濟交往 跟合作有關 然後還有其他 但這兩個其他 也就是說和平跟繁榮的一集 是這種怎麼去維續它 透過一種多邊體制的安排 以及規則跟規範的建設 那為什麼會出現 為什麼過去爭奪殖民地 建立世界範圍的西方列強 突然之間戰後會新的面貌 等於重新做人 就是重新開始 不過的確 因為戰後的確是一個有機會重新開始 因為歐洲列強其實基本上都被打開 英國倖存但是也是非常的殘破 德國 法國 英國 英國 應該說這次兩次世界大戰 犧牲一億五千萬人 當時世界人口也不過二十多億 你就可以知道這個犧牲有多長 這是雪靈的教訓患者的東西 歐洲知道說我們不能再打敗 而且現在戰爭的破壞性太強 而且是一種total war 就是無止境 全社會總共源 那另外就是世界經濟大蕭條 那因為這戰前 它也導致希特勒、法西斯的上台 大家要搞保護主義 對不對 這個以零為禍 整個世界經濟現在在上面 如果沒有這個的話 可能也不見有希特勒 對不對 所以經濟大蕭條是產生的主意 另外就是 但是列強本人殖民體系 也土崩瓦解 這個時候已經沒有辦法再複製 雖然法國恃不恢復 戰後馬上就派兵回到越南 但是慘敗 因為世界上殖民體 經過戰爭系列以後 你的殖民體系已經維持掉 另外就是獨立運動意識已經出現 也沒有辦法維持 還好就是美國沒有太多的殖民的利益 所以它可以維持這樣一個心態 來勸導英國跟法國等等 讓他們的殖民體分身 讓他們去輔助他們的主力 另外很快他們就面臨共產黨 體育擴張的共產黨 所以他們之間更是要 必須要找到一個 和平跟繁榮的一套有效的制度 那當然就是一個 因為正好可以一切歸零 重新開始 所以這個是特殊的一種歷史條件 形成了這樣一個戰後的制度跟制度 但是這個秩序 從國際關係角來看 它基本上 我們說它當然也不是一個 真正完全平等的 絕對不是 它還是 本身它是裡面還是隱含的 我們說霸權跟護從 或支配跟被支配的階層的秩序 不過它把這個階層的秩序呢 就是說我們說 透過規範跟制度把它法制 那麼 那麼這樣的話 它比較可心可解 可以可解 那也可以說這樣的話 美國的霸權本身也得到 更好的一種合法性的秩序 而且它可以帶領很多國家 就一起追求比較更大的 更長的共同目標 而不是利用一種 純粹短期的一種 一種權力不對稱 來追求非常短期的一種 零和遊戲 但是我們必須說 就是說 事實上霸權也好 或其他的其他的重要盟友 或核心國家 在這裡面還是有特權的 所以我們說 美國在IMF跟這個世界銀行 到今天為止還是一樣 所有重要的決定 它都會選 或者IMF的總裁 永遠是歐洲人擔任 然後美國永遠可以任命 規則也不是完全平等 而且也不見得一定是 從全球所有成員角度去出發 它有時候也會對核心成員得利 一般來講會比較有特殊的一種 照顧的安排 那這個秩序 一個很大的一個脆弱性在哪裡 它有很多可能性 但最大的一個可能性就是 創造這個秩序的霸權 有時候常常是践踏對自己的 最惡劣的恨 而且大家拿它沒辦法 我們都叫transgression 就是最後那個皇帝說 庶民有對待王子可以 那這個對他的權威性 合法性的出益非常好 那萬一如果美國它的政治精英 有時候有一些非常機會主義短期的一種思考 那當然就是一個體制 因為你自己如果不願意遵守的話 你就很難要求別人來 所以這始終是一個 是讓美國的盟方最擔心的就是說 是希望美國不要犯那麼多 那我們今天此時刻 其實今天就在面對這個最大的困難 因為川普是完全肆無忌憚在建造 他自己過去創建了 當然這裡面主要是具體制度安排 因為時間關係我現在就不多講 但是這裡面有幾個重點我來講一下 就是說當然很重要一個就是 在國際安全或者是武力衝突的關係 那當然你也可以說 OK 聯合國安理會 也許沒有完全發揮的功能 甚至有時候是癱瘓 但是無論如何 你覺得有一個國際的規範 基本上大致上建立 不是百分百 就是說呢 就是排除戰爭是解決 國際爭竄的合法種類 而且 國際社會普遍不會承認 以武力掠著的因素是否 沒有 別忘記在80年前 這是完全可以合法的 OK 這可以合法 那 那 所以這個是一個我覺得很 那另外要控制這個大規模武器的擴散等等 當然還有這個貿易 生產的貿易 那主要是JTT 推動開放貿易體系 這個就是多邊的 這個自由貿易自由化 然後 互惠無歧視原則 當然還有這個 Bretton Woods下面的這個金融跟貨幣 美元為本位的這個貨幣秩序 那麼還有IMF解決國際收支平衡的這些問題 然後還有對於全球公共領域的保護 維護和維護 那麼海洋啦 南極啦 這個太平 大氣層等等等等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專業領域 專業領域 那我們對於這個 在後自由國秩序呢 其實有兩種流行的一種觀念上是很混淆的 但是在西方的有些政治論述裡面 很多政治人物喜歡這樣來理解 那我認為會引起很大的一些爭論 第一個呢 他們會把這個戰後自由國際秩序呢 認為這是三位一體 這三個是合在一起的 就是說政治自由主義 經濟自由主義 跟國際關係裡面的自由主義 其實自由國際秩序主要是指第三個秩序 那政治自由主義是一個國內秩序的 它安排的指導原則 比如說主權在民啊 政治平等啊等等的 或者用具體的譬如說普選啊 多黨競爭來安排 但它跟它之間是一個什麼關係 其實很複雜 那經濟自由主義 它既是涉及國內也涉及這個國際 就是它主要是讓這個私有產權才有保障 讓市場發揮在資源配置上的一個很重要的關鍵的表現 那到底他們之間呢 是不是一種所謂相輔相成 或甚至三位一體 很多西方有些的政治務 傾向於這樣的一體 所以他們常常認為說 如果國際多邊體制的核心成員 領導成員 他們的國內體制 不再符合政治自由主義的要求的話 這整個國際秩序也就不自由了 這是很大的 值得爭論的一個問題 那麼 其實他們之間關係其實很麻煩 因為經常有衝突跟矛盾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 當時 就是說西方國家如果處於順境的時候 這三個之間看起來相似相似 但一旦出現逆境的時候 那就是另外一種情況 他們的矛盾跟緊張是比較好 那拖就是以很明顯的例子 對 透過直接民主方式去對歐盟的整合 帶來一個前所未有的一個衝擊 那麼 當川普的當選也可以這樣來看待 這待會我會稍微再談一下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常常會把所謂這個 現有這個秩序裡面所隱含的這個階層秩序 跟他的體制安排 這叫程序跟規範 把它看成是兩個是 二二二二為一 不能拆開 這樣的話就會有一種觀點 就等於說 我們一個公司有張誠 張誠有董事會 隨時董事跟這個張誠 能繼續維持這兩個事情不能拆開 當然概念上可以拆開 對不對 我可以張誠不變 但是公司領導 經營權它出現改變 對不對 但是有些西方政治人士認為說 自由國際秩序就必須以美國西歐為 永遠是核心田園 因為這些人為民又為信 我們比較有法治傳統等等等等 或是我們尊重人士 所以就是說如果這個地位被取代 自由國際秩序就被顛毀了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會說 中國是這個revisionist 是企圖改變現狀等等等等 它後面其實是這兩個之間的呼應 就是說因為也沒有錯 因為西方跟美國它是 國內秩序是最符合的 甚至是有不同的 所以如果這個改變 就不自由了 然後核心的成員也被取代 那就被監裂了 但我認為這樣一種思維是典型的 西方中英思維它會導致的 這是肯定的 就是說如果你說張誠跟領導結構 必須兩者合一的話 這個體制就沒有演變的可能性 或沒有包容性 我剛剛講說這個政治自由主義 它跟支持一個開放的多邊的貿易體之間 有時候會有衝突 因為衝突來得非常非常的嚴峻 比如說我們看1930年那個Smooth Solid 這個Terife Act就是一個點擊例子 因為29年美國股市公盤 全世界經濟也進入一個急劇的摔跌 那這個時候呢 美國失業問題湧現 所以它保護主義馬上就興起了 所以它第一個發動這個 一個這樣一個全面的一種關稅比例 這個Smooth Solid Terrific Act 它針對幾乎絕大部分的進口 這個所有的這個貨品呢 實施60%甚至更高的保護關係 那當時呢 有一千多個經濟學家 聯名寫信給這個Hoover說 絕對不能簽署 要把它活動 因為這是一個災難 但Hoover各種政治壓力 最近又有一千多個經濟學家 聯名寫信給川普 說絕對不能發動這個貿易戰爭 這對美國也好 對自己也不利 對全世界也不利 這裡面有16個 諾貝爾經濟學長 所以歷史有時候會很驚人的一種 或者是嘲諷世人的這種 短暫的記憶的一種方式來重演 那這個法案一戰十四以後呢 美國的進出口在四年裡面 減縮了60%以上 多可怕 多可怕 全世界貿易萎縮了40%以上 當然接下來的故事不用說了 全世界的經濟蕭條又掉入深淵 然後呢 當然也出現了更激進的 各種不同的左派跟右派的政治運動 來面對這個經濟危機 當然這裡面包括納稅 包括納稅 包括其他形式法系政權 其實在戰後大概有40年時間 30多年 怎麼去調和 我剛剛講的一個經濟自由主義 它絕對不是放任的 它不是放任的 不管在國內或者是國際秩序上 它都不是放任的 也不是完全讓市場主導的 讓它跟一個 就是說自由國際秩序之間 能夠維持一個比較好的一種均衡關係 市場戰後有30多年呢 它是靠這樣一個設計 那正學者把它稱叫做 embedded liberal 這邊的日本是指經濟自由主義 經濟自由主義 是被匡限起來的 它是被很多東西把它束縛起來的 不是讓它完全的 像一個出雜欄的老虎一樣 就是說不能讓它這樣 這個當然也是根據坦白說 是1920年代 30年代的產通歷史教訓 說得到這樣一種 當時一種比較均衡的安排 因為他們認為資本主義本身有一種 不管對環境對社會有 其實它潛在還有它的優點 還有它的這個創新啊 追求配置效率 支援配置效率 但是它破壞性能 所以它跟社會保護之間 尤其是對弱勢群體之間 它的矛盾一定要做一種調和 而且也認為市場本身它會 它本身沒有辦法維持一個穩定均衡 它經常會出現大起大陸 所以這個政府的角色也很重要 然後國際間 政府和政府之間的協調也很重要 所以當時其實很重要一些措施裡面 我們都很熟悉 就是建立普遍的社會保障體系 福利國家自治 然後累進課稅 所以一定要承擔更多的責任 等等等等 而且對勞動條件 這個要做很嚴格的管理 就是資本家 雇主不能予取予求 然後市場交易秩序也需要管理 這兩個是非常重要 維持戰後 就是說 所有國內主要的金色團體 都支持經濟開放 逐步的貿易自由化 第一個它是漸進 它不是一次性的開放 但是它一定要有這兩個條件 配合 嚴格限制跨國資本流動 另外是嚴格限制跨國勞動流動 這個議題我們都很清晰 因為台灣媒體 經常會要針對外勞的問題 開放外勞的問題 那好了 這個為什麼很重要 因為如果資本可以完全自由流動的話 其實資本家百分之五幾多 對不對 它就會去 在對它最友好的地方 去尋求最大的回報 它沒有必要在國內跟勞工 跟住產階級 尋求一種共識跟妥協 因為它可以撤資 它可以衝心 所以一旦這個開放了 資本就取得絕對的一種 面對政府也好 面對政府也好 它絕對的一種談判同意 那麼 所以這個其實 大家可能今天很習慣說 今天我們全世界都是資本自由流動 我可以跟各位說 這是八年年代末期以後的事情 在這個之前 美國也實行資本管制 不要說美國是 美國連週際之間的Banking 都是嚴格管理的 Interstate Banking都是嚴格管理的 而且也有很多防火牆 保險的 投資銀行的 商業銀行的 等等之間 但這個都在 八年代中期以後 全部被拆解 那麼拆解這個的兩大工程 一位叫Sacher 一位叫Reagan 當這個時候 他們是變成流行主流思想 當然原因很複雜 因為歐洲 美國經過 這個兩次石油危機 然後這個 情質性通貨膨脹 還有其他問題 當然還有 日本啊 星星四小龍 興起對他們的產業競爭壓力 總而言之的話 我們比如說 從八年代中期以後 我們說 新自由的這種經濟思維 就變成主流 尤其在歐美 在歐美 掀起一場 我們把它稱呼叫做 新自由革命 它在基本上的處方很簡單 就是說 政府極小化 市場 讓它極大化 Deregulation Privatization Liberalization Supplies economic OK 那麼 另外就是 它在國際上推行 所謂叫華盛顏共識 希望所有國家的經濟政策 都朝這方向走 如果你國營企業 就要把市有化 OK 開放你的資本市場 而且經常是強迫開放 美國在貿易談判裡面 要求你開放 不過開放也不行 資本市場開放 所有的這個 這個管制都應該盡量解除 還有會議要自由 自由負重 那麼這個 新自由主義的革命 可以這麼說 它 應該說 它都是一個兩面任務 它第一個也帶來一個 人生意義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的 快速地生產 全球化跟金融體化 雖然全球化不是一個 全新的現象 19世紀也有局部全球化現象 但是 以現在我們看的這種 這種面包 是史無神秘的 但是它得助於 新自由主義的 那整套政策思路 這絕對是一個 主要推動力量 所以呢 那麼 而且它不僅在歐洲跟美國 它也推廣到全世界 所有國家都 被捲進了這樣 我們把它稱之為 hyper globalization 這個過程 那這裡面當然叫 加速推動貿易自由化 把一個比較漸進的 變成一個全盤性的 金融自由化 打開資本市場 讓資本跨國 完全自由流動 包括熱錢 包括投機性的這個資本 加速區域經濟整合 對歐盟不斷地深化 對不對 從公共市場 歐元區等等 到今天 這樣一個歐盟體系 然後 北美自由貿易區 還有很多其他這種 這種區域整合 當然還有一些其他條件 正好也配合在一起 所以讓這樣一個動力 是空前的 甚至超出原來的 政策設計的想像 一個當然是 通訊跟運輸成本 大幅加強 跨國的這個交易的成本 非常低 所以科技革命 它可以無縫接軌來運作 一個非常複雜的 全球供應鏈的 管理跟協調 幾千個零組件 對不對 可以來自於十幾個 不同的國家 然後經過很多 穿越不同的國界 在三個月之內 變成一個 這個iPhone 10 在美國準時上市 OK 而且鴻海可以deliver 三個月裡面deliver 五千萬支手機 每一支手機的性能 基本上都還蠻dependable 真沒有辦法想像 就是這樣 如果沒有這些條件 沒有這些條件 還有一個也很重要 冷戰結束 中國改革開放 蘇聯集團瓦解 突然之間有15億人 加入了世界世界 這個擴張從來沒有出現過 一次性 那麼大一個規模 所以這全部加在一起 造就了hyper globalization 哈佛有一個 我很佩服教授 叫Danny Roderick 他寫過一本書 叫做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 他說超級全球化 但是他也帶來這些挑戰 第一個呢 國家會喪失經濟層 第二個呢就是 民主體制社會基礎會動搖 他用動搖其實比較 應該說put it mildly 有的時候是destroy 因為social solidarity就會消失 那我們來看這個過程 這過程呢 只有說它這個兩面認 沒有錯你看 就是說這是兩個指標 一個是貿易開放程度 對不對 就是貿易進出口佔一個國家GDP 不必重 它的確是從 當戰後就一直自由化了 但是呢 從八年代中期以後 它的上升的幅度就是 往上揚 往上揚 那一直要到2008 這個金融危機之前 只有值錢 高達60% 當然這不是全球 這是60多個主要經濟體 不過他們就佔了全世界 經濟90%以上 另外就是金融國際化程度 就是一個國家的 境外資產跟負債 佔它的GDP 跟BGP的比重 那你可以看這條深紅色的紙 一路上升 尤其90年代開始 它的高峰當然也就停在 2008、2009的全球經濟危機之前 那接下來就停頓了 停頓了 那這個是 就是說可以說明它的過程 當後面就表示說 這個全球化的腳步放慢 或甚至逆全球化的過程 可能已經發酵 那它帶來的全世界 這個就是說 經濟的分配的作用 是很複雜的 那這張圖 這個 這個 Brenko Milanovic 這本書當然它的資料 技術上有一些破綻 不過大上可以用 我當然會給大家看更新修正的東西 這條 這個統計作品很有名 叫Elephant Curve 因為它正好有點像一個Elephant 象徵的一個Elephant 它就說如果說我們從1988年做起點 我們就看這20年 1988年 我們把全世界所有的人 從最低所得一直排在一起 這個是 可以說差不多將近60億人 當現在不止 70多億人 一直排到前1% 然後我們來看他們在這20年裡面 不同的群體 他們的 Real Income 就是扣除通風以後 這20年 又發生了一個變化 那它發現說呢 是最低的還是很慘 非洲有些國家 但從差不多20開始 最低的20 一直到75左右 應該沒有 差不多65左右吧 這個群體 顯度改善 他們的 這個 這個 增加的 這個 這個幅度 平均起來就超過70% 甚至超過80% 而且這是 Inflation Adjusted 如果Nominal的話 當然更高 好的 接下來我們看呢 其他的 75以上呢 很多根本就是 增加很慢 甚至根本 還有負增長的 滑弱的 或停滯的 所以這個群體 就覺得很慘 全球化對他們 沒有帶來任何好 而且相對播放感上去 這個群體多半在哪裡 就是在美國 在歐洲 在日子 還有一部分在台灣 一小部分在台灣 OK 這個在哪裡呢 中國大陸 OK 東南亞 一部分在印度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 所謂叫新英市場國家 OK 所以這就ELEPHANT 所以等於這個圖 就是說 為什麼西方社會 會出現反群體化運動 這個圖 是一個非常強而有力的 一個說明 那這個 我剛剛說 他那個統計數據 有一些 技術上的一些問題 所以那個Thomas Pickett 就是21世紀資本論的 這個作家 他現在成立一個智庫 大規模建立 全球叫做 Global Inquality 這個Database 而且他經常公佈這個所謂 Global Inquality Report 2018 那麼他當 這個數據 他又把它擴充 從1980往回推 然後一直把它延伸 更新到2016 當然如果你只看前半段 跟剛才那個大 這個Elephant Curve 其實沒有差太多了 沒有差太多 那麼不過呢 這邊他刻意的 他刻意的 從90以後呢 他就把 原來是磁分位呢 就把它細緻化 讓你可以看到什麼 看到前1%的人 他的變化 全世界Top 1% Top 1%呢 他認為就是說 在這個27年的 全世界這個持續繁榮裡面 他們Capture的27% 而Button 50%的人 只Capture的12% 這個差距非常多 所以這個Hyper Globalization 也造就了 這個 財富的極端化的集中 如果我們把它投射到 美國的社會的話呢 這個圖表也很清楚 這也是Thomas Pickett 他們這個團隊做的 而且他時間拉得很長 一直推到這個 美國這個經濟大蕭蕭之前 就是這個 應該說可以說是從 上個世紀的初期就開始 我們來看 應該說吧 假如說這是常態 是不是常態 我們不敢講 但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embedded liberalism的時期 就是鑲嵌自由主義 經濟自由主義 受到很多的匡限跟束縛 去調和 跟一個比較開放的 世界的經濟體系之間 去取得一個均衡 這個時期應該這樣講說 後90%的人 他的total income 包括薪資跟資產所得 大概可以佔 這個總所得的65%上下 也就是三分之下 90人拿三分之下 那些最聰明最勤奮的人 他應該被award 就是說他前10%拿了三分之一 這個狀態維持很長的時間 你可以看戰後 從50年代一直到80年代 接下來呢 這個歷史 就跟這個歷史很像 Top 1% 在美國經濟大蕭條的前夕 它的capture 不斷地比重不斷上升 一直到接近5% 然後呢 勞工中產階級 對不對 或是中下手折的人 也只有5% 然後這個就是tipping point 這就是1929年的 武士的崩盤 接下來的這個grade depression 而且這個在經濟學上 是可以解釋 它必然有原因 因為它會 總體需求不同 因為有錢人在座 他也不可能吃穿那麼多 可是真正有消費能力 他反而軟囊羞涉 另外就是你財富累積太多 他就會製造資產暴墨 他到處去炒作房地產股票 所以這兩個事 導致這個危機 那我們來看 我們現在就在這個位置 跟著很像 1%的人 2%的人capture 超過5% 它已經黃金交叉都出現了 在2010年就出現了 所以這也可以說 我們要去理解川普現象 或Bernie Sanders 這就是一個最大的背景 這就是最大的背景 尤其這裡面是藍領的白人 他的挫折感是最大的 他失去過去每個小時 25塊30塊的工作 然後現在剩下的工作 是你願願去Burger King 跟McDonald 9塊錢10塊錢一小時 好 那我們說 但是呢 就全球上來看 這個生產要素快速流動 生產活動 快速的這個重心 快速的向這個東移 或是向新市場國家 全面的這個移動 也造就了全世界 大量的新興中產階級 應該說從過去這個30年裡面 有20億的人加入 當然這是中產階級 這個比較鬆的界定 就是每天的這個 這個有10塊美金 到100塊美金之間 的銀行都算 所以這也是 就是說 的確是 所以我說這個 Hyper Globalization 是兩面任務 兩面任務 從來沒有那麼快速的 那麼大一個中產階級 這個有限 另外它也造就了 全世界經濟權力的高度集中 而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程度 我們來看 所有全世界產業的這個集中度 這也是聯合國的一個團隊 做的一個資料庫 他說 簡單來講 應該這樣就是說 在1995年 如果把全世界70幾個 有股市的國家 也就是它有上市公司 把所有的上市公司的資料 全部放在一個database裡面 這是一個海量的資料 然後我來看 所有這些 這個 10萬家以上的上市公司 他們 最底層的2000家公司 跟最大的100家 他們之間的市值 之間的差距過大 這個2000家 跟上面的100家 在1995年 他們的市值比是31倍 OK 也就是說產業結構 還是比較的 沒有那麼其中 到了2015年7000倍 可以想像嗎 可以想像嗎 可以出現這些巨 不過也可以這樣想 你看看鴻海 25年前是什麼家家公司 現在是什麼樣的公司 你可以看它那個增長 那種已經 就幾何 對不對 就說它不是一個 就是exponential的一個 它也是得利於我現在講的 就是hyper combination 反正就不可能 有今天這樣洪海 有今天洪海 另外就是說 聯合國這個team 他說其實呢 說這些 這些龍頭的 支配地位的企業 都是靠它自己的創新 跟管理嗎 他說未必 它的超額利潤 比它同行的中央企業高太多了 而且這個差距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其實很多呢 是靠市場壟斷地位 跟它們可以影響法律跟政策 然後透過併購 然後避稅 然後用智慧財產權 保護自己的這個市場獨佔 Apple有很多專利收購了 很多大藥廠收購很多專利 都鎖在保險箱裡面幹嘛 準備打官司 來打擊潛在的競爭者 不是要用來發展新產品 OK 另外就是各種 他們得到那種超額租稅股票 是沒有辦法想像的 所以Amazon說 我要新設一個總部 可以創十萬個Job 你們來提供Proposal吧 三百四十幾個Proposal 全部進來 說免費的地 三十年的免租稅 我要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可以說於取於求 可以這麼講 沒有一個大公司 其他公司不可能有這種條件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 這些軍紀 我把製品叫巨獸 他們是富可敵國 這是另外一個Data Bay 如果說我們把政府 也看成是一個Entity 企業也是Entity 然後我們來比政府 政府也有Revenue 對不對 企業也有Revenue 我們用同樣Revenue來看 來比 他們都是Entity 那我可以跟說 全世界一百大Entity 只有三十個是政府 有七十個是政府 我們來看叫Walma 最大的 全球排名第九 它的Revenue超過西班牙政府 而且這個西班牙是指 地方中央全部都在一起的 整個Public Sector Revenue 澳大利亞大過韓 鴻海也不遑多讓 OK 鴻海Right here 51 排在它後面國家多的是 所以難怪郭才能去哪裡 都總統接近了 對不對 OK 而且到處看你條件是不是好 對不對 我看看 免費你要幫我把廠房蓋好 我來跟你沽就好了 等等等等 所以這個其實 所以很多學人認為說 三十多年的新自由主義 指導下全球化模式 可能不可持續 不可持續 我們就已經到了一個 一個實質入本 這個歷史主義 就是說你很簡單就是說 因為它 因為你這個秩序要能維持 它國內要有很強的社會自治基礎 而且大家都覺得說 我們基本上還是 多數人是社會的 如果這個共識沒有了 它必然會 至少出現裂痕吧 即使不要做攻擊 它不能裂痕 因為為什麼 因為過去三十五年裡面 大多數國家都出現這樣困境 尤其跟前三十五年相比 政府的經濟社會職能被削弱 財政基礎流失 因為什麼 到處每天都在減稅 遺產稅要歸零 企業所得稅要越低越好 對不對 不然你又比誰更高 又不行 OK 可是這樣的話 財政就沒有來源了 那當然先變賣主產 對不對 先借貸 然後借到什麼 借到你的國債超過GDP的100%的時候 危機就會來了 然後被迫財政緊縮 然後進一步削弱 惡性循環 惡性循環 然後很多 原來比較發達的社會 特別明顯 就是中產跟勞工階級趨向貧困 時之所得下降 然後兩極 那反過來就是 跨國資本取得絕對支配地位 因為每一個國家被迫 提供對資本最友善的環境 而且大部分政府太小 沒有談判籌碼 然後工會權力也被壓縮了 等等等等 還有就是金融 過度的金融 而且金融它很多是投機性的 是一個虛擬交易的 它跟實體經濟沒有關係 我們全世界的外匯市場的 很多的期貨交易 各種所謂避險 大部分都是投機者在參與 不是真正進出口商為了要避險 因為那個需求佔不到3% 97%都是投機性交易 這帶來的問題非常多 當之前大家都說 沒有問題 我們現在對風險的分散 控制 害局 太高明了 1929年事情不再發生 結果 08、09就發生了 OK 那個是最嚴重一次全球性金融危機 那這個叫回溯到之前的 金融鬆綁 防火牆 還有等等等等 另外就是跨國的流動的大量熱情 然後它在很多市場 可能會要製造這個資產泡沫 好了 以接下來的這個債務為止 所以整體上我們就是說呢 就是說它對市地經濟的這個干擾 是非常嚴重 有一段時間 Princeton Harvard 也有最聰明的學生 都去華爾街 沒有人要去那個Bellet OK 做物理也是一樣 因為物理你可以搞數學模型 可以搞這個Financial Engineering OK 好了 接下來我們說 那下一步怎麼走 下一步怎麼走 當然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 這個大趨勢就是說 我們已經進入一個叫 西方中英世界 逐漸在思維跟沒落的 這樣一個大的歷史過程 然後再到美國又開始 拋棄國際經濟 所以有很多西方的這個 這個經營就很擔心 我們是Heading for a Kinderberg Trap 因為它是研究1929年 30年的經濟史的 最有名的一個學者 今天這個劉富院長在這邊 但在這個Kinderberg Trap 沒有提出來之前 其實就已經有一些智庫的人 就已經開始在提醒 這個危機已經慢慢破鏡了 他就說呢 我們現在呢 這個已經要進入一個叫 G Zero World 就也不是 因為G7已經沒辦法領導這個世界了 OK 而且自己內部的問題非常多 也不是G2 G2也沒有辦法 單獨去領導這個世界 那G20可能很難協調 群龍無首 所以最後呢 每一個國家就可能會 自炒門前 那這樣的話就很麻煩 就很麻煩 那麼所以他擔心呢 所有國際上重要議題 全球議題 宏觀經濟協調 貿易體制維持 金融監管 汽油變遷 都會出現衝突加劇 合作協調機制 失靈 他的擔憂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我們來看WTO 現在基本上已經接近癱瘓 接近癱瘓 雖然他沒有解體部位已經癱瘓 這個多花回合 當然不用說已經停擺 十幾年談判 一事無成 其實很簡單 因為以前都是西方國家在領導 其他國家就追隨 現在印度 中國 巴西州來了 他們都有一點 他都對這個 尤其在農產品保護 還有智慧財產權 這些問題 跟西方國家 沒有辦法達成公司 但還有些其他的勞工議題 那最近一次 是最糟的一次 每兩年一次 部長級會議 通常儘管沒有大的出貨 總會有小協議會達成 表示有點進展 而表示這個機制還有一些生命力 這次是 就是不患而善 什麼協議都沒有達成 當然這裡面 跟美國代表太多 有關 他寧可怎麼樣 來證明WTO已經沒有用了 那接下來我就說 WTO面對美國跟歐盟的貿易 就跟美國跟日本 最重要是中美之間 完全沒有任何能力去化解它 然後另外就是 然後另外就是 他的仲裁機制裡面 已經篩爆了所有各種的 各種Protation跟各種的控制 多到無藝術 他完全處理不了 因為什麼 因為2009以後 大量的片面的 短期的 違反WTO的 短期的保護措施 紛紛湧現 所以這個Joe Knight 他就前陣寫給你短文 引起很多討論 他說 他說以前呢 我們都擔心 中美之間是 最大的危機是 the society's trap 休斯底的現在 他說也許 這不是最真正的 最值得握力 是Kinderberg trap 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會不會回到 1920年代 因為當時 在這個之前 一戰之前 英國是扮演一個全球 維持比較開放的貿易體系 然後金本位的這個 穩定會議體系的 主要的一個支撐點 但是到了 一戰到二戰之間 他已經沒有能力了 因為一戰他也是 這個可以做元氣打擊 然後美國又轉向 巴黎合會又轉向 這個孤立主義 他沒有意願 他可能有能力 也沒有意願辦一個交易 而且不但沒有 而且他雪上架霜 我們剛剛講 Smooth Holiday Act 他發起這個 最嚴重的貿易戰 是從他開始的 那他說現在呢 就說 當美國拋棄 國際公共財提供者角色的時候 中國是不是有能力 填補這個分空 否則的話 又要出現這樣一個 嚴重的危機 這危機呢 當年就是Kinderberg在研究 1929年到193年的 歷史教訓裡面 得到一些結論 得到一些結論 好了 那我們說 我們要怎麼來看待 時間關於我這邊 就先套過去 但這邊我這邊要小助腳 就是說 我政治學裡面 待了30多年以後 越來越發現說 其實美國學者 不可能很客觀 社會科學要很客觀 美國學者的國際環體 通常都是會挑 對美國正面的東西來用 另外一面 他通常比較 討論比較少 或是要主流 主流 其實美國他做了國際領導者 或他提供什麼樣的公共財 他也不是說這個體系需要什麼 我就一定要來提供 他可能有他的國內的企業 所以有的時候 國際企業說 我們也很需要這種公共財 可是美國說 內部的各種原因說 我們不需要 他否認我們也不需要 比如說 global warming 我們知道很常在美國說 尤其共和黨說 沒有 global warming 更不用說我們要一個 太盤放的存在 一直到歐巴馬才改變 改變的立場 對美國的整個國際角色 其實很大影響 當然是華爾街 軍工集團 能源巨頭 高科技等等 還有他意識形態 因為他既然認為 是小政府比較好 大市場 所以他會認為 國際組織功能 越小越好 應該都讓市場 沒有必要 去由政府之間 去處理那麼多全球影響 他認為說 或者是讓民間組織去處理 NGO 不然就讓市場去處理 那另外美國的 另外一個問題是 我就說 成員美國 扮演美國 因為其實我覺得 他經常是一個 transgression 他自己會先破壞 他自己原來設的 遊戲規則 而且別人拿他沒辦法 因為你不敢說 WC說 我們開除美國會集 要宣告他就截止 對不對 就是我們說 經常主張美國例外 美國單邊 然後他可以 對國際規則 選擇性適用 301條款 完全是違反 打民旗幣的 但他就是幹的 你拿我怎麼辦 因為我是你們最大事實 OK 那也沒辦法 沒辦法 所以呢 其實呢 這個自由國際秩序 能夠維持70年也不容易 因為其他國家 儘量遷就跟你們 說你可以例外 你可以例外 OK 你可以例外 好 好 好了 那我們說 接下來呢 我認為 我是整體的觀察 因為時間關係 快速度 我認為 我們還是有機會 可以跨越這個 Kinnable Trump 第一 我認為 全球化還是難以為轉 因為這跟 1920年代不一樣 你現在沒有國家 可以關起門來 說我自己搞自己的氣勢 自己搞自己的東西 沒有 這實在已經過去了 所以你要拆解這個 生產全球化 全球供應化 那這個世界經濟 坦白說 會動創 美國自己也會被 非常嚴重受傷 我甚至跟美國很多朋友講 我說如果按照 川普現在的貿易戰 那個打法 知道他現在的戲碼 我說華爾街 暴跌40% 50% 我就逼完 那我說那全球經濟 就完蛋了嗎 你們保險金就沒有了 好 因為所有的運作 都假設他 這個我剛講的無縫接軌的 全球這個生產分工 是可以穩定運作的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 所以我認為說 企業界跟華爾街的精英 會全力阻擋 川普拆解軍化的價格 否則他這個經濟自殺 包括一千多個經濟學家 十六個諾貝爾獎得主 都在勸他不要這樣幹 但另外呢 就是說 國際自由國際的創建 可能需要單一霸權 但霸權沒落 或退休的時候呢 他可以靠少數關鍵國家 來共同組合 而且我認為 新興市場國家角色 越來越重要 越來越重要 那麼我認為 哪也可能高估了 美國領導作用 可是又低估了 以中國為首 新興市場國家 支撐跟全球多邊體制 意願跟能力 其實不知不覺之中 我最近在看著這個 中國當然還加上 其他一些主要的 新興市場國家 已經給國際社會提供 大量的補充性 跟期待性的工作 而且他們也在推進他們自己的 全球治理機制的一些改革議程 而且我認為他們也 正在為全球化 進入新的動力 所以反過來講 美國的逐步退位呢 正好給修補 自由國際秩序 跟改革全球治理機制 一個歷史機遇 當值得擔心是 如果美國指這個消極因素 還不怕 但它可能是一個破壞因素 那就是 就是叫做成事不足 會敗事有餘 那就衝擊會更嚴重 那川普現在大概的政策 就是讓人有這樣一種擔心 那我現在就舉個幾個例子 很快來說明 比如說我們來看從2008以後 世界經濟的增長 主要是靠誰拉抬 就靠中國還有金磚五國 還有其他新商國家 他們帶動了 知道世界經濟增長 70%是來自於他們的貢獻 美國也有 但是越來越小 然後歐盟非常維穩 未來的世界必然在結構上 只要我們說在董事會結構上 一定會起根本性變化 現在很多一些長期的預測 都說我們要關注E7 Emerging 7 Emerging 7 Emerging 7是哪些國家 當然是金磚五國裡面有四個國家 美國 對不起 中國 印度 俄羅斯跟巴西 再加上印 杜尼西亞 墨西哥 還有這個過期 如果以購買力等值來看 他們在1995年 E7跟G7相比 他只有他的一半 所以這個時候 G7領導是沒有發展 OK 到2015年 以購買力等值來看 他們之間的經營規模 已經等量起了 到了2040呢 如果這個趨勢繼續走下去的話 E7會是G7的兩者 所以董事會不可能不改 所以董事會不可能不改 但張誠不見得會中斷 不見得 不管是IMF等等 這個圖會 大家實際上更深刻 這是2016年 這是這個 Christwaterhouse Cooper 它這個大的智庫 它下面的智庫做的 如果以購買力等值 來看2016年 美國是Number 2 中國是第一大經營級 但Nominal還不是 接下來就印度了 G7裡面只有五個 在前期九大 法國 電後 英國 德國 日本 美國 剩下就是這個 這四個 金磚五國裡面 四個 當然這個比較遠 這個當然 它的預測不可能太久 2050 它去預測 這是2050的世界 它來的 購買力等值 中國 印度 美國 美國還會增長 因為它人口 各種因素 還有科技狀況 接下來就印尼了 接下來巴西了 俄羅斯 墨西哥了 然後後面才 德國只能排到地球 這個世界 我們可能還沒有準備好 去迎接它 OK And it's coming 我剛剛講說2040 各位院士 離我們現在也沒有多遠 就22年 一晃眼就過了 其他會來得很快 最好的一種情況 當然我認為 它不可能就這樣發生 中間一定會有波折 甚至會有痛苦 Christian Lagarde 他在去年一個公開場合 他被問到 就是他警察 他說 我也不排除 十年以後 IMS總部 設在北京 他說我不排除 當然他說 這只是一個 如果呢 所有的成長的趨勢 對中國跟其他 新市場國家 能夠持續 而且呢 他們在 國際經濟體系裡面的 這個分量呢 能夠反映在 我們國際貨幣基金的 這個投票權裡面 而且現在它有個機制 就是每隔幾年 要重新檢討一次 Quota 這個配合 這個配合 那麼 2010已經檢討過一次 然後今年還有第二次 當然是美國會不會放棄 它百分之六連幾的 這個投票權 而且那是一個否決權 再有否決權 不知道 也可能是一個掙扎 但是這個最好是沒有 它不見了就會這樣發生 OK 不見了 但是呢我說 至少它的腦筋很清楚 就是章程歸章程 董事會結構 是董事會結構 這兩個是 基本上最分開的 當然我們不能否認 就是說 中文道這幾年 的確在全球各個重要的領域裡面 它的確在扮演一個很重要的 agenda setting的這個作用 而且它作用越來越大 而且甚至應該說掩蓋了美國 掩蓋了歐盟 當然有時候它跟歐盟是合作的 在有個議題上 那最明顯就是G20 G20也是因為全世界的金融危機 所以西方國家不得不放棄 原來G7 因為這個平台已經不足以解決 所有的基因問題 所以必須把所有重要的 心理上的國家都邀請進去 這裡面就形成了兩個主要的 我們刺激團體 一個是G7 美國領導 另外一個是中國領導的 BRIX 金磚五國 當然它也聯合了其他 這幾個重要的心理上的國家 然後做一個最重要的 這個兩大經濟集團的一個協商 的一個機制 那麼G20的杭州峰會上很重要 因為很多國際關係學 都認為說 這是G20一個短期 因為它之前 G20是一個救火隊 它就處理短期的保護主義 這個逐漸的興起 然後世界經濟增長動力 要怎麼恢復 然後金融風險 怎麼樣控制 現在它的議程開始調整 走向中長期的 全球經濟制裏的 這樣一個新的改革機制 這個轉變 以及杭州的宣言 是一個分水嶺 而這個分水嶺 它後面的主要推動者 是中國大陸 不是美國 也不是美國 好 我報告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聆聽 好 我們接著就開始 這個進行討論意見交換 我想朱瑩士一定 還有很多意有未盡的地方 他也可以再補充 好 我們請各位發言 謝謝朱瑩漢院士的報告 當然這個分析 這個所謂二戰之後的 這個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跟其他的新興的那種力量的出現 不過我們現在看這些新興 這幾個不管你要金磚五國或者什麼 大概最擔心的一個問題 是the rule of law 好像不太受到尊重的 換句話說 你任何做一些 不管是國內政策 國際貿易 投資這些 假使the rule of law 受到挑戰 或者不是一個transparent的一個system的話 我想可能很多人會非常猶豫的 要接受這樣的一個制度 請 我想這個問題 黨員問得非常好 應該這麼說吧 就是說 其實 很多事情叫put into perspective 尤其是historical perspective 就是說其實 今天的中國呢 如果是 我們說回到 舊英年代跟六年代的紅色平衡 那個是要推進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那個中國 那個是真正的revisionist的 OK 這是revisionist 因為說 你用radical的東西 就是說是另外一種形式的帝國主義 OK 後面批了一個 官員批了一個法治的 或者說等等 但是他這個revisionist的 這個rescanda 就沒有了 因為他開始慢慢就加入 因為他自己國內也在搞 對不對 就是說 逐步的 就是說 這個 市場經濟 對不對 然後 民營企業 然後 然後他慢慢開始在轉換他 對於這些多邊體制的一種 基本的看法 所以到今天此時分 能問我的話呢 應該說他對於 大多數這些多邊體制的convention 應該是credible 而且這是 如果你去做全世界的survey的話 會得到這個結論 但是如果你只看西方媒體的報道 你不會得到這個結論 這兩個之間落差非常大 這個是我們必須要關注的問題 對 為什麼很多議案在聯合國 中國其實很多通常都會高票成立 不是他沒有他的原因 那麼 舉手舉例 比如說聯合國的和平維持 Peace keeping 現在中國是第二大貧磁國 就man power來講的話 他的commitment 是超過其他所有的四大 另外四個產業 他的投入 他的投入 可是在command裡面的話 他們的上司都是 還是歐美的為止 因為他們曾經在這個rank裡面 上司很弱 在這裡面 他的Peace keeping mission 的表現評價非常好 但沒有錯 因為中國本身 它自己的企業 還有它自己內部的 很多 你講法制不上股道 他會把這套不好的東西 賄賂 或者是觀光節 移到非洲去或移到 的確這是一個反射 而且也有很多勢力 所以我就說 的確希望聯合國 對他不斷地 有很多 我們說 對他的要求 或對他的 monitor 所以他在國際組織裡面 我就說這個雙項 就是他慢慢慢慢 越來越變成一個裡面的 就是說一個主要的支持者 而不是一個 但他有他的 gender 他不是說 限制的東西 我都全盤選擇 比如他到了世界銀行 跟 IMF 裡面 他就會要求說 比如說第一個當中 他會說 所有開放國家 在裡面的發言權 必須要提高 而且要反映他們今天 在世界經營裡面的 他的分量 另外就是說 你的整個 program 是不是真的能夠 responsive to 他們的 needs 他也要求檢討 比如說另外就是說 比如他到 IMF 裡面 他就要求說 你們以前的 monitor system 基本上就在 monitor 外在危機 會不會出現在那些 開發生國家 你們都不太 monitor 開發生國家 他說他們的 best payment 還有他的 就是說 還有所有的這個 國外這些 liability 這些債務問題 也可能是引發全世界 經濟的 跟金融危機的引導火器 所以我覺得 最好的過程 就是 mutual accommodation 就是說 也就是說 希望國家也會要 socialize 它 所以他的確 建議這個亞投行的時候 他很小心 因為這是他第一個 真正的全球的 global institution OK 因為現在已經有70多個 這個挺原股 對不對 所以他呢 基本上第一個就是說 他放棄在裡面 用否決權 按照慣例 他絕對可以 因為什麼 他的任股是超過30 然後他的投票權是26 遠遠大於美國 在 IMF 他說 我不要否決權 重大議題還是三明治的一種,絕對多數,但是我沒有合決球。 第二,他就說要讓他比較透明,所以他就說所有的project evaluation等等要用best practice, 然後他找了德國人做他的副總裁,就是說他用international step, 然後他也跟世界銀行簽了一個長期的合作,等等等等。 所以我覺得他也在學習去,你要怎麼樣變成credible,你可能以前都搭便車, 而且你自己國內有很多別人不認可的practice,對西方國家的確對他在非洲的很多通知, 有非常大的一種批評,但是我也必須說這個批評裡面大約七成是酸葡萄, 有三成是有根據的,有兩個報告非常值得大家有興趣可以看, 一個是在美國的John Hopkins Society,他有一個研究中心,就是專門研究中國在非洲, 他們經常發表報告,最近他的主持人才在Washington Post寫一篇很長的一篇專欄說, 美國政客對於中國在非洲的很多批評大部分的錯, 這是很重要的一篇中心,在Washington Post,大家馬上可以上網去看, Why all American politicians get China in Africa run? 另外就是McKinsey最近有一篇非常完整的測試, 這是從來沒有過,他在八個主要中國大陸投資的非洲國家, 他現場去做了一千家企業調查,而且非常細調, 而且調查去訪問管理者、當地政府、NGO還有管理員工, 那這個報告很重要,因為他把很多過去的一些stereotype的東西都做了很大的一種評分, 第一是他對就業的benefit非常大, 並不是說他把他自己公共進行的調查去沒有, 百分之八十八的employee都是low份投資, 大部分都給他參與,反正他有很多很多, 在McKinsey這次報,我覺得大家已經覺得非常好, 總而言之我同意就是說,這個世界, 跟現有的國際組織也好,NGO, 當然要keep watching他,而且要給他壓力,對不對? 但也希望他能夠學習去扮演這樣的角色, 一個more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我覺得這很重要,這對他自己國內也有好處,對不對? 就是說,你這個best practice應該也引到你自己的國內裡面的很多正常關係問題等等, 這我做完整個問題,這樣 周院士 謝謝 周院士的這個演講非常精闢, 把他分析的戰後自由國際秩序, 但是後面的是講何去何從, 但是何去何從, 我最憂心的是台灣的何去何從, 這個何去何從, 我說台灣何去何從, 這個並不表示說台灣怎麼樣怎麼樣會怎麼樣, 但是呢,你這裡頭演講裡頭還講到一個可持續性, 沒有這個可持續性, 以現在你這樣的分析的話, 是不是這個新的自由經濟或自由體系的這個會, 因為兩個超級強國而全部垮台, 不可持續, 沒有辦法持續, 我的感覺是, 我雖然是學生命科學, 但是我對生命的看法是有不一樣的, 這個過去啊, 我們從歷史, 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來看來, 在中國強盛的時候, 是對外擴張, 對外擴張, 打這個零零果的, 在他比較弱的時候, 他是講和平, 就是和平共存和平, 現在中國一直強大到變成強權了, 所以以最近, 我很憂心的是, 連我們大愛台, 慈激的這個, 大愛台的這個節目, 他也伸手進去, 要stop, 這個民視新聞台, 有11天, 也被我們自己NCC, 這個所謂的寬評也被stop, 這種的進來到台灣的這個媒體的深入, 滲透, 我是非常憂心的, 而且我們台灣自己的, 很多的機構啦, 企業啦, 都沒有高度的警覺, 他們這種深入的滲透進來, 所以我不曉得, 台灣的何去何從, 再從全球的經濟的自由化, 這個觀點來看, 我們怎麼樣來defense, 因為您是學政治又經濟, 這個非常專業的, 我從生命的看法裡頭, 生命是要延續的, 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文化, 是精神的, 以天人合一的這種概念的, 可是在中共的體制上, 是違反了這個天人合一的, 完全是以霸權的姿態, 來要統治世界的, 所以我不曉得這個, 他的命運呢, 以生命的觀點, 他的命運是還能可持續性嗎? 我就請教, 創作, 大家如果沒有, 你意味 問其拋給所有關心台灣前途的人 去自己想想看說台灣應該怎麼搞 所以我一直都比較傾向於扮演這個角色 我覺得是這樣 我剛剛講說 我說國際社會 或者現有的多邊國際組織 它跟心形中的中國 應該有一個相互的學習 相互影響的過程 那我覺得這個大的命題對台灣也很重要 台灣沒有什麼選擇 就必須跟對岸各方面去交往跟對 相互了解 減少這種疾異 甚至建立在一種錯誤的判斷下面的一種對抗情緒 因為這個對抗台灣承受不了 而且越來越承受不了 可以這麼說 也就是說 當然我們可以了解說 為什麼對岸的網民 它會對於大愛電視台那個劇本 它有那麼大的情緒的反彈 但不是沒有原因的 這是不同歷史記憶 不同歷史序述 不同歷史的一種價值觀 這個要相互了解 我覺得這個是 其實任何情況下都是如此 我覺得沒有其他的更好的選擇 對台灣前途 剛剛我現在不講經濟這一塊 就是說 如果有一天 大陸很多不只是領導者 或者是一般的群眾或幹部 都對台灣是高度敵意的時候 對台灣非常重要 如果很多知識分子 很多工商界的人 很多很多都說 兩岸關係慢慢來不急嘛 先交流就好 沒有什麼時間表問題 沒有說什麼什麼等等等等 這對台灣是更有利益的 怎麼知道這個結果 它不會自然出現的 要努力 要交流 要對付 而且要跟各個方面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們反過來的話 說我都是說 我不讓他來了 我儘量不要有人去了 我認為那個敵意跟對抗死最晚 更何況 它是我們最大的貿易火戰 更何況 所有我們周邊的 將來最重要的 新生的周邊組織 大概它都是主導者 這個趨勢越來越明顯 那我們也要 因為對我們來講 國際連結 對不對 參與這個全員化 我們是 其實不是說 每個人都已經受益 但是我們企業是很受益的 對不對 否則哪有 哪會有華碩的今天 哪會有零百零 哪會有 但是如何又把他們的投資 他們的全球佈局 跟台灣自己的就業啊 跟產業產業 要怎麼樣結合得更好 有什麼樣的科技 這個也是我們需要多力的 大概我就會談到這樣 好 請問還有沒有提問 陳元氏 陳元氏 陳元氏講的好像很缺乏一個台灣自己的 自己的定位 好像都是在外面的都沒有看 就是說如果你看台灣在過去歷史多少年來 跟中國的關係 從四百年來 這裡的分合裡面 其實是有很多需要去考慮的 但是怎麼看起來就是缺少一個台灣自己的價值 就是我有點政治性 這個不要 就是有台灣自己的 就是那個在文化裡面的asset 我比較懇懈的其實是這樣 就是我們好像看不太出來 四百年來 我們到底台灣建立了人類的什麼樣的價值 什麼樣的資產 它可以永恆地成績下去 這一點這個是我很多年來我一直在看 但是我這是我比較擔心 憂心的事情 其實應該這麼說 其實我當今天這個分析 有一個 也有它的一個盲點 這盲點是它還是以國家為中心的 其實今天這個世界經濟 但是我又把企業帶進來 企業它就靠出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但其實今天這個世界其實是非常複雜的 前陣子我做另外的演講 我這個節目比較爽動 我就是說這個Pax Synet 就是中國盛世下的太平 會不會繼承這個Pax 美國盛世下的太平 但我的答案是說 我說沒有這個session的問題 我說不管是傳統的Pax Americana 或者是很多人想像中的Pax Synet 它都沒有辦法真正來管理這個世界 因為這個世界已經太複雜太多年了 而且有太多的利益攸關者 太多的有影響的行動者 有些甚至只是一個人 比如Facebook的創辦人 一個人就有很大的影響力 然後企業 甚至有些地方政府它也很重要 也不是全部都是國家在包辦 然後還有很多在全球機構跟國家之間的 很多區域性的對不對 像Brasil 比如說最近我們看 雖然川普退出了巴黎協定 但是有很多州長跟市長說 我們州還是會去追求我們的減探成功 加州是第一的 所以就是說 川普也不能不讓他 限制他說你不准也不會 這是一個Volunteer的 這個志願的 所以呢我會認為 我覺得應該講 台灣本來就應該是 如果他在國際上要發揮作用的話 他也應該是一個多元的 就是說我們的Individual 從我們的志工開始 對不對 到我們的NGO 宗教團體 到我們的企業 那要去扮演一種角色 大家認為是代表的一個至少 不然說最進步 但你有自己很好的一種實踐 你尊重永續發展 你對全球議題關心 你試圖在這個區域 跟隨身裡面扮演一個 constructive player 而且你在產業鏈裡面 你也有一些不可記載性 我覺得 對一個中小型的這樣一個經濟體來講 再加上你講的這個價值 我覺得這個價值觀 應該差很多層次吧 有些當然是我們跟 全球主流論述之間的一種接軌 對不對 這是最好的 然後用Local實踐作為經驗 來跟人家交流 我覺得這也很好 比如說我們的健保 雖然今天有很多缺點 但是在全世界是最好之一的 我可以這麼講 他的醫療品質 跟他的效率 當然醫生抱怨很多 但是 他cost effective cost effective 隨便 像中國大陸有些政治學者來 我就不去什麼看什麼那個那個 我就說我帶你去區公所看一下 就是他第一線的那個服務人員 他們的態度 他一種非常以民為本的這種 對不對 坐下來給你倒杯茶 在中國大陸不可能 那我覺得 面對中國大陸 我剛才都願意講 我就覺得 其實我覺得霸道跟王道 都在他的文化基因裡面 所以我們希望他更王道 你仔細清楚 但是反過來就是說 台灣也是要記起孟子的話 你小四大 對不對 要有智慧 對不對 就是說大四小可以以人 但你小四大要有智 你要不智的話 那就會智慧大 所以我覺得這個都是一種相互的 一種 透過互動交往裡面 去改變對方原來那些 僵化和固定的 或是引發他的比較好的 那個potential出來 我覺得大概應該是 好 院長 朱健師你剛才的演講得非常精彩 你在你演講當中你提到說 這個美國的政治學者 通常也是以美國的角度出發 這讓我想到說這個 在學界 特別是政治學界 它的academic freedom的情形怎麼樣 是不是會受到 國家政治影響 是implicit還是explicit的form 會不會受到經濟層面的影響 像這樣子的一個學術自由的角色 您觀察是不是在國際幾年來有所改變 的確有 因為 我們知道 從歐巴馬開始 其實美國的政治分裂 都非常有 而且校園裡面 有什麼意思也會震動 所以這個特朗普當選 有些校園是如上考筆 但也有他的支持者 那這些氛圍呢 其實在校園裡面 有時候都會 就說帶來很 或是很健康的一種氣氛 那前一陣子再加上就是說 因為美國它現在很多 我們說進步團體它非常強調 這個多元主義 多元文化 所以對很多過去歷史 它也有一個轉型正義的問題 要處理 結果美國崇拜所有歷史英雄 是不是現在回頭來都經不起檢驗 他是奴隸主啊 他是幹過這個壞事那個壞事 然後校園裡面它的銅像 要不要被移除 對 前一陣子的那個 Virginia University Campus 那個Generative League 就是說 是的確有點擔心 那另外就是 有些國會議員 或是州議員 他事實上 對政治學特別 因為他比較有感覺 對不對 他比較有感覺 他的確會支持給你 而且動不動 其實我們立法院 大家很受不了 不過美國其實民意代表數字 也搞不到哪去 所以呢 有這種 就是用預算威脅的情況很多 這個從你 這個從你 三年前 NSF 政治學的補助 對不對 就被刪掉 被動 也就是說 這個 就是有幾個 這個眾議員 看不慣 因為他覺得 校園裡面還是民主長居多數 對不對 然後呢 不知道我問什麼 要去補助你的作業 所以他 有一個附載決議 預算就是說 NSF的補助 不得補助政治學 除非是跟美國國家 這個戰略跟經濟利益 直接相關的程度 而且是不是這樣 要由NSF主任 親自要做判斷 OK 然後後來這個又被搶救 第二年又恢復了 但是這個對學術研究 解釋是 極大的一種 非常非常 那當然還有 一個人在Wisconsin 就是說 也出現這個情況 因為他的非常右派的州長 對不對 然後他這個 要刪減預算 刪減退休福利 然後很多Madison的教授 在網上批評他 他居然要 州檢察官說 他是不是利用了 校園的網路 來表示政治意見 這不是他的專業 應該做的事情 我要去調查 你要去調查 不過還好 但我說 雖然有的Instagram 我覺得大致上還好 但是我很擔心 這個Pololite雷屬 因為這個 那很多問題 沒辦法討論 在課堂上也沒辦法討論 如果教授言論 有些學生不滿意 他就Walk out of the room 他沒有跟你搗戰 就不錯了 我最近碰到一位 非常有名的一位 非常有名的 Liberal Arts College 校長 我就問他 我說 我說今天你做校長 你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他就會Pololite雷屬 好 不知道 還沒有 提溫 好 沒有 謝謝 謝謝你 很精闢的演講 我是李淒宏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說 以這個出現式的 這個剛剛見解 就是這個 the future 的這個prediction 基本上是基於說 整個globalization inevitable 的這種 框架 那assuming 這個 中國是會 有這願力 能夠 逐漸能夠取代 能夠contribute 這個框架 還有其他的一些 對 那我的問題就是說 是不是有這個可能 就是說 會經過這個 幾個decade 的這個reception 進入到這個 regionalization 就是說 Pacific region 這個North American 這個Europe 的這個regionalization 的這個 這個intermediate 的stage 我應該這麼說 就是這個scenario 當然不能完全 被排除 就回到 各自搞這個壁壘 然後自己搞板塊 它雖然不是一種政治 事業範圍 但是它是一個經歷的 也可以說自保 對不對 但也是對抗 都有 然後相互的依賴 板塊跟板塊之間下降 我認為 可能性 並不高 當然 應該說了 這一兩年就會知道 因為川普已經是一個 可以說 他已經踩了所有的弧線 而且他是不是不需要 他不但不會被阻擋下來 而且還會連任 那當然我就會更無論 但我覺得可能性 我還認為不大 所以我在講說 全球化難以逆轉 為什麼 因為 因為我覺得是 20年代不一樣 20年代說 美國說 我不進口德國的鋼鐵 我就不進口 我只要有礦砂 OK 只要有煤 我的體系是完整的 我就可以關起門 汽車也是一樣 都一樣 很多的當時主要的工業結構 美國家的垂直整合內部 基本上是完整的 不假外球 今天呢 你波音公司 你的70%都是 外來的component跟parts OK 來自於全球 OK 只有30%是自製 你的客戶 你的市場70%在國外 不是在美國外 最大的市場就在中國大陸 將來的印度還有印尼 OK 通融公司最大的revenue是來自於 上海的合資企業 Buyik這個品牌 全世界賣的100輛車子 有80部在中國大陸銷售 反過來我們看 這次美國制裁中芯通訊 要把它的幾乎等於生命線解斷 好了 中芯通訊可能會垮 因此會垮 不知道 特朗普最近中口 美國它的主要幾個供應商 也會活不下去 OK 尤其有幾家對它的這個依賴度 超過20% 30%的 股價大跌 其實最近很多 我們可以看它就是說 就是說 當你川普以為說我好聰明 我自己都砍下去 對不對 他受傷 我沒事 就發現我受傷程度 跟他互相上下 而且我跟各位說 我剛剛在說 我說今天全世界的資產價格 都是假定全球化會持續 而且還衛生化 所有我們現在熟悉的 全球生產模式供應鏈 都不會中斷 如果中斷 會中斷 或是慢慢慢慢整割裂 當它漸進的 總比急促的崩潔要好了 大家可以去調整跟試意 那至少我就說 那連續幾個大的金融危機是跑不掉的 因為所有的資產價格 都沒有那個價格 不可能 因為你的假 你的assumption 不是這個assumption 所以我剛剛一看在我 我就說 企業精英跟華爾街 會全力輸入川普 因為否則它是一個輸入者 它是一個輸入者 反過來 其實所有國家現在知道 怎麼去應付川普 當第一個現在所有國家 都在看中國怎麼應付 它現在所有國家都希望它強硬 因為你 你連你都不能強硬的話 那我們根本就幾 就是數百錢 OK 那我有兩張 稍微跟我說一下 現在在做哪些事情 可能因為我們台灣媒體 都不太關注 它現在也希望把所有的各大的全球的最重要的經濟組織之間 跟中國之間要有很好的一個對話平台 而且來共同協調自己的一些政策 就在這個困難的時候 要怎麼維續一個開放的包容跟有活力的國際經濟組織 這個場面 這個場面大家可能 沒辦法想像說 十年前說會有這樣的meeting 不可能的 大家都有需要的 大家都覺得有這個需要 因為 川普這個 在這邊 做了很多 出乎意外的一些魯莽的舉作 這個是 中國跟IMF WTO World Bank 國際勞工組織 OECD 還有這個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這是2009 成立一個全球組織 專門負責 就是全球金融這個 這個秩序穩定跟風險控管的 他們一起在北京 第一次有這樣一個forum 而且這個forum會遲下去 好 大家都已經知道說 川普 我不知道這個不定時大戰 我們不知道怎麼辦 金磚五國開始 擴大他的這個對話對象 他不是以後 他從此以後 就不是一個封閉的 他邀集其他關鍵的 重要新市場國家 都加入他的協商商商 讓他們代表所有開放的國家 形成很多全球意義的共同立場 然後再拿到集團體 跟集團體 其他國家進行協商 連東亞都在起變化 亞洲起變化 這兩個聚會 都是歷史性的 而且幾年前 想像都不肯想像 誰是推手 川普是推手 好 其實說你美國 你要變成一個孤島 那你慢慢去好 我也阻止不了你 但我們之間要更緊密 我們沒有選擇 台灣更沒有選擇 更沒有選擇 對不對 因為我們是完全融入在這個全球公益 OK 所以你看 這個Modi 上個月飛到武漢 跟習近平 兩天六次會談 兩次一對一的 從來沒有過 而且它的主題是什麼 我們來看 不是什麼邊境衝突啊 也不是什麼一帶一路 不是 是當前世界百年未有著大變局 進行戰略動 大家都知道世界變了 我們要準備好 很硬的事情 這個機制中斷的事 而且當然因為 日本跟中國之間很多 各種矛盾 恢復了 但這次恢復 它有一個新的動力 馬上 全方位的要進行東北亞合作 在這個宣言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新的方案 叫做 中日韓加X X是另外一個區域的新合作模式 這裡面 大概就準備要推動 中日韓自由貿易局 而且在這個基礎上呢 跟歐盟再去簽一個自由貿易 再跟整個阿西亞簽這個冒險 再跟整個非洲 也就是說 你要自己玩自己 沒關係 那我們 可以把大多數其他的 都 還是按照現有 大家都認為 可以參與跟社會跟包容的這一套 而且更有效率的 而且更能維持活力的 其實我沒有把它維持下去 所以 我不認為會出現出 20年代那種 英國我在殖民地裡面高 我的必人 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 那時代 那我相信 大部分跨國企業也好 或是 個人也好 專業人士也好 等等 都 希望 這些動力能夠出現 新的一種整合效果 也就是說我說 這個全球化線 它的這個 它的這個股價應該說 它有些樣在裂解 但它有些樣在開始融結 融合跟裂解同時並存 也許融合的 也許過程要能夠 超過這個裂解的話 那它應該還可以維持下去 應該不至於 而且不然而且還可以 但是我可能過於樂觀 這樣 不知道 還有沒有什麼意見 你剛剛提的那個 美國關係 就是美國的單邊主義 那美國單邊主義 跟川普的單邊主義 還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那你最近看 他又 其實川普有點改變 最近他又回TPP這些 他還可以一百八十度的 對不對 你看 他跟我們這個 金正恩之間 之前還在比說 我的核彈怎麼樣怎麼樣 當然現在也有變數啦 因為美國我覺得 他現在這個 川普這個團隊 坦白說 我看過的 幾十年數字最低 應該說 真的很看得起自人 不會願意去做他的 他的 美國 我覺得這個 重臣應該這麼說 是 別人都不去了 然後 這些人才有機會 像 Peter Navarra 在美國經濟學界 簡直是一個 糟糕 他現在居然是他的 白宮裡面 制定美國 貿易政策 一個很重要的人 這怎麼可能嘛 但只有 川普才有可能 因為他自己當選 也是意外的 他當選那天晚上 你看他的表情 他是出來玩一把的 所以我曾經是 差點當選的 那個共和黨候選 然後這輩子呢 我用這個新的 皇冠 讓我的川普 Empire 會更不得了 結果他真的當選 他那天晚上 從來沒有那麼嚴肅過 因為這個 以假作真 結果 就變成真的 OK 所以 所以我還是認為 的確我同意 但是 反過來也要講 川普也不是僥幸 為什麼呢 即使沒有幸運 各種因素 什麼 這個Rushing Gate 什麼都沒有 然後Hearing的缺點 這些都沒有 他絕對還是有 事實支持 這事實怎麼來的 對不對 當然有很多因素 但我剛剛講的 美國的貧富差距 然後中產階級 趨向貧困 產業空洞化 尤其白人藍領階層的 失落跟挫折感 他們現在的自殺率 然後那個 這個 Expected Life expectancy的下降 是很驚人的 因為美國的國家很妙 一方面是 Chinese 進步 尤其到校園 對不對 Harvard 所以 美國的確 我認為 美國的確 美國的確 應該調整 整個國家的 優先性 順序 調整他的國際 我覺得他 退縮不是壞事 他應該把更多資源 引來做國內的教育 年輕人的 skill training 社會福利 以及預防 接下來的 baby boomer的退休潮 帶來的社會 security 的財政壓力 改革他的醫療體系 美國的兩場戰爭 浪費了多少錢 各種加在一起 包括傷兵的 腐恤 以後退伍軍人 這些 mental disorder 還有所有這些問題 將近3 trillion 這個超過 川普準備 想要在全美國進行的 基礎建設的 更新能改造 遠遠超過 這個錢完全是光的 所以美國其實這個政治 我一直很感覺 它真的是失禮 disfunction 而且方向都搞定 allocation 所以它本錢很好 你知道嗎 因為它糧食自給自足 絕對沒有問題 而且還可以外銷 Energy現在也可以接近 self-sufficient 對不對 然後高科技還在這個地方 大學 然後英語又是國際語言 然後你還可以接納新英文 所以you have so many right stuff 對不對 但是一次你起 是搞成 這樣的一種 晃天走擺 真的有點可惜 所以它絕對有救 沒有問題 它也可以變成一個 重新變成一個 responsible Stakehold 再加上我剛剛說 這個全球化的這個 它已經形成 那個緊密的一種 不要說別 至少是一個經濟生命 洪生啟發生 所以我還不是 你今天講的這個很好 但是問題是你剛剛又講了 講了那個美國的現象 我想要問的就是說 那中國呢 它現在強大了 對外做了這麼多那個 但是它國內呢 國內的改善的情況怎麼樣 我覺得你認為如何 家家都有難念的 家家都有難念的經號 但是呢 如果從客觀指導來看 它的進步 Social economic progress 或human development progress 是史無前面的 哪一個國家可以說 我2021 我基本上全面消除平衡 連美國都不敢有這個Pledge 應該這樣說 所以它的體質 有它的問題 有它的優點 比如你看四川這個 問川的那個 十年裡面 集七百萬人的安置 全新的社區的 學校 醫院所有的體質 坦白說它比輔導做得好很多 所以它體質 當然它有human rights問題 它有網路的這個 sensorship問題 所有這些東西 但是它體質有它的 應該說它是一個不同的體質 OK 那就說 讓它也在改 它也不是固定人 它也在 引進其它 它認為可以值得採納的體質 然後它也 新的問題 它會小心地去處理它 所以 整體上我認為 大多數的 對中共問題戰家來講 會認為說 至少它 大概從未來看 十五年二十年 維持一個中高速度的增長 這可能性非常高 六到六點五 甚至更樂觀一點 低 五點五到六 那也是不得的 以它的規模 因為以它的規模 你百分之七的話 就十年就加倍了 對不對 百分之六點五的話 你十一年就加倍了 所以 所以我就說應該說 應該說世界就 也開始要去 一方面當然要引導它 希望它 我剛剛說 它基因裡面也有 好的也有壞的 要對不對 就是說 然後跟它社會裡面 各個多元的 各種不同的力量 它社會其實一切也蠻多 要做很好的互動 溝通 甚至合作 也就是說 這個中國是 有一定可作性的 OK 所有的都 跟它交往的人 都可能會留下痕跡 對它的影響 其實台灣對它影響很多 不知不覺 像我們台灣的王德建 就是《天龍八部》 就是那八本經典的教科書 在中國大陸法學院裡面 是最重要的一套教科書 所以它的很多的債權 破產 很多規定 你都看到台灣過去 我們自己的法律的一些 一些這種 立法的一些原則 或者是具體的一種規範 所以這兩種規範 就融入 大陸遊客到台灣來看了 譬如說華谷山 或者是 《中台禪寺》 或者是等等 他第一個說 到廟裡面不要買門票 他對宗教應該是什麼一個 在現代社會裡面 他又可以現代化 然後他又有排的是 原來社會公益的本質 我覺得 台灣不要想像自己 我講完這個 可能是沒有道理 我們的彰化基督教醫院 大家可能知道嗎 他們現在是大陸很多大醫院 在管理層的一個培訓中心 一個重要培訓基地 因為他們現在醫病矛盾很深 問題很多 醫院管理 人性化醫院管理怎麼去做 台灣的例子很好 所以他被邀請到各大城市 大醫院去做 Consulting 但是因為他們人手不夠 實在忙不過來 說好 我就蓋一個訓練中心 你們就一批一批來 然後待半年或多久 在我們醫院裡面 然後來實行 所以我覺得我們可以做得起來 不行 應該說最後中國變成怎麼樣 其實我們做什麼 好 這個時間也不容許我們繼續下去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第五十六四的院士會議的演講 就到這裡 讓我們再次掌聲謝謝祝院士精采的演講 好不好 謝謝 谢谢大家